不是幾套呢 A56 服務生忙著帶位 就算過了中午用餐時間 人不斷有客人上門 原因沒別的 因為這是英國民族 Jemmy Oliver開的餐廳 聖營運第一天 就有不少粉絲上門 11月下旬正式開幕 據傳Jemmy Oliver本人 還會來台 沙蠻棒的 那煮菜的話也OK 整體的話如果是10分的話 我可以把它分吧 清光3月請到民族餐廳 加持充業績 同時也點燃信義區 百貨戰火 後方這一塊還在施工當中的是 A13基地 未來大圓百將會進駐 而大家長徐旭東也說了 第一家的蘋果專賣店 將會落腳在這裡 加緊趕工拼兩年後開幕 圓百A13先生奪人 老闆徐旭東爆料 蘋果首家專賣店 就開在這裡 而就在清光3月A9旁的 這塊空地 過去是中國新貨大樓總部 在12月初的時候 將會變身成為貨櫃餐廳 明年才要動工 在這之前空地不做停車場 而是要用一個又一個的貨櫃 打造出特色餐廳 將會有20多個餐飲品牌進駐 另外還會有頂級汽車品牌 和手機品牌的展示店 搶賺年底跨年財 至於2015年底開幕的 微風信義 是集團在信義區的第二個據點 但顯然董事長 廖正翰野心不止如此 清建中的南山廣場 也是囊中物 預計2018年開幕 屆時又將會再掀起一次百貨大戰 記者 劉昂恒 張宏 台報道